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国拼展开了新的篇章 不久之前 我们也都知道 国拼是在世拼赛和世界杯决赛的舞台上 完成了新周期的亮剑 开启了备战巴黎的储备模式 而细心的球迷都能够感觉到 在新的周期国拼不再依赖老将 而是把机会给了更多的年轻人 在双向国际比赛里 国拼的马龙许星刘诗文都是没有参赛 这就是刘国梁开启的一个终极信号 那就是国拼该换代了 年轻队员应该站上最高的竞技舞台了 但是我们也都清楚 在国拼更多年轻人上位以后 老队员不可避免也会遭遇到退出的问题 毕竟国拼的总人数还是有限制的 大家相互之间的竞争关系也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在东京奥运会以后 关于老将马龙许星刘诗文退役的消息 是传得满天飞 但是事到如今 我们没有看到这三个核心主力 有一个人退出 大家都还在坚持 帮助国拼实现传帮代 而当这一批老队员继续坚持的情况下 在国拼替补位置的队员 却是相继宣布退出了国家队 在东京奥运会之后 国拼首先是方博延安 以及周宇相继宣告退出了国家队 让出了个人的国家队位置 而在此之后 昨天下午 国拼又有一个人宣告了退出 这个队员就是国拼28岁的肖球手马特 在昨天下午两点多 马特通过个人社交发布了一个动态 动态当中 马特表示自己在经过了慎重考虑之后 决定退出国拼团队 并且晒出了自己在国家队的队服 那么从文章当中 我们可以感觉到对于离开球队 马特是非常不舍的 一直以来在国拼的大家庭当中 马特也是感到了国拼的温暖 而对于马特的退出 可以说让国拼球迷也非常感伤 作为一名国拼球员 马特虽然没有成为国拼真正的主力核心 但是在幕后付出了很多 作为一名肖球手 马特一直都是国拼团队的陪练 在各项国际赛开始前 都是国拼得力的备战助手 可以说他就是国拼幕后的英雄 那么同样 在我们为马特感到伤感的时候 他的退出其实也让国拼比较为难 也让刘国良需要更快做好队伍的传承工作 因为在马特离开之后 国拼已经在过去100天之内 连续失去了4个核心的陪练球员 这会给队伍整体的训练 备战带来极大的影响 尤其是像樊振东这种顶尖球员 他们需要适应到不同的打法 才能不断进步 而眼下 在国拼男队先后4人离开以后 未来队伍的训练由谁来承担 这些陪练的质量怎样保障都是一个难题 所以对于国拼来说 新周期的备战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这种新老交替的工作 可能需要下更多的心思和功夫 希望4个幕后英雄的退出 能够引起刘国良的重视 也希望未来更多运动员加入国拼以后 也能秉承他们这样的牺牲精神 这样国拼才能越来越好